Hello 大家好 我是葉偉倫兒同行為情緒治療師 今天想和大家說一下家長在不經意的時間 經常用了一些電子奶嘴去安撫小朋友的事 現代社會我們家長很多時候都會用到一些電子產品 尤其是當小朋友不肯吃飯 快點給他電子奶嘴 他就馬上閉嘴 那是不是真的那麼好呢 其實很多報告已經做出來 一些電子產品其實會影響小朋友的視力發展 第二就是他長期會有一些畫面、聲音 一些很刺激跳來跳去的畫面變動得很快 令到小朋友在接收上處於一個被動的狀態 就不坐在那裡接收 那將來他要做一些比較沉悶的東西 例如他看書、很多文字上的東西 要自己主動回這個角色 那可能會比較有困難 那麼我們都盡量想用少一點 第一件事可以怎樣做呢 就是身教我們自己在小朋友面前 不要看那麼多電話 我們不要覺得這個是生活的必須一定要做的 因為你做什麼他就會做什麼 這個是我們盡量去控制的 第二件事呢 我們就是給一個時間限制 比如說小朋友 我們都想給他看一會 我們教個鬧鐘 可能是五分鐘、十分鐘 他響的時候 他自己懂得停機 原來你做得很好 你可以控制得很好 那麼下次再給他 讓他明白原來是有班裔在那裡的 第三件事可以嘗試 當他做了一些小任務 比如做了一些家務 或者自己處理了自己的事情 的時間 給幾分鐘獎勵一下他 他覺得這個是一個獎勵 不是隨手可得的東西 也是不錯的方法 最後一件事 其實小朋友很重要 他很需要一個陪伴他的人 一個換伴 我們可以放下手機 可以和他們玩一些遊戲 可以和他們玩一些Board Games 和他們去講故事 和他們去跳舞 去做很多movement的動作 甚至是出外去玩 因為他覺得原來我是很被重視的 家長是會和我一起去玩的 instead of 他用一個電子奶嘴去安撫自己 所以一個親子的時間 遠遠是被用一個電子產品去安撫他 是來得重要的 我們不妨嘗試這些方法 也好